今天中午人情话题要带大家来看看了 全国最早的国运签出炉 高雄五甲关地庙抢先开出了 中上的国运签 新的一年虽然是要留意天灾 疫情以及万物体长等等民生问题 不过百业新龙 整体运势来说比去年好是个好兆头 也为大家2023年带来新的希望 笔声在轮台上写下签诗 高雄五甲关地庙开出全国最早国运签 妙方解析上半年运势平平 景气求稳 到了下半年各行各业生意兴隆 兔年整体运势比虎年来得更好 属于中上 其中四季签诗也提到 年底海运最受瞩目 业绩将有显著成长 今年整体的签诗 是中上签 上半年度平平 下半年度有大力 不过妙方提醒农历一月 牵施显示疫情还没解决 农历二月盛防天灾 由于新的一年农历润二月 上半年波折起伏 下半年才会五股丰收 百叶回春 毅力天一劫苦 就是说这个疫情到农历二月的时候 会更加的严厉 在下半年度景气会很好的时候 那个各行各月 都会百月兴隆 虽然要留意天灾疫情 以及万物奇长等民生问题 不过大致来说 运势相对去年好 属于好兆头 会别阴霾开启新希望 记者是轩荣 高雄采访报道